第一个人生是否你父母让你早日接触社会 让你自己闯荡人生决定了你一生是否能成功 第二个当你一个人没有信仰的时候 年轻时候你想要有大的成功几乎不可能 一定要有一个原因 你有一个超出常人的报复 也就是今天的欲望吧追求吧都可以 你一定会超出常人去 因为别人在为吃为穿为容易为性生活 在一切浪费掉时间的时候 你直奔的是另外一个主题 也就超过这个年龄的主题 这就是91年之后回来超出常人的报复 或者说追求自己的人生的目标 这就人生观世界观已经非常清楚了 就91年之前绝对是给家人过好日子 出人头地解决父母兄弟姐妹家人的穷困 这基本上是这种概念的人 但是91年之后 这一切根本不在考虑范围内 就91年出来的一切就是消灭共产党 而且消灭共产党非常清楚 你看我身边的人 那都是党中军的牛叉的人 都是精英都是精英 就非常清楚 你现在我8964之前 我跟你说就跟那个李继生 到北京的路上 我捐款支持的学生就跟他呀 去见政部长啊 政部长派他的车员去接我 我那时候都来来去去 86878889都是坐飞机了已经 那中国哪有坐飞机的 我到处是坐飞机的 而且做过很多直升机 他倒是老郭你可想明白啊 这8964这是政治斗争 邓和赵紫阳有一个丁倒下来 你别摘祸这事 我跟你们讲过 这捐钱都拽着我 我是文革主任哪 你不相信我吗 政部长说这绝对是这个政治斗争 最后可能就是我们军人要出面 帮机来了 最后是指定的是政部长上天安门 然后李继生全说对了 你看你去想想七哥过去的爆料 89年之前七哥的政治熏陶 政治环境 政治关系 社会关系 他就给我酝酿了一场 我必须要去死一把 就你这家伙不死你就不会醒过来 如果没有这个89这个事情 我被抓起来 我可能继续 我就成为真正的关导的大人物了 大家没有人问我 什么时候来过美国 第一次来美国 就是83年年底 我已经去过香港 去过日本又来到了美国 从美国又到了这个欧洲 但是我那时候获得 郭文贵的名 那个所有东西全是政府的 等我再回来的时候 我已经是8964的政治犯了 我大爷子 91年的时候 我已经成就是政治犯了 郭文贵 从过去的东北护照 改成了山东 包括在法庭上出生 我郭文贵 主级山东农民 就是89之后 我就成了农民了 出生地从这个吉林 就变成了山东了 我是8964 被管控的最严格人之一 是 再到飞了 Are you 看看